在山西 家家后户逢年过节 围坐一堂 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主菜 就是石锦铜火锅 64岁的赵全喜 制作石锦铜火锅已有40多年 从食材 加工到装锅点碳 每一道工序 赵全喜都亲力亲为 石锦铜火锅 是咱们本地的传统的主菜 从铜火锅开始就有这个铜火锅 白方让东西化 石锦铜火锅通常以白菜垫底 油炸豆腐 油炸土豆 碗子 碗子 粉条 海带 烧肉 分层装锅 倒入密制烧肉的汤汁 再撒上海米和葱花 最后以木炭为燃料 开火炖煮 热气腾腾 香味扑鼻的一道大菜 这叫铜火了 铜火锅 铜火锅 一来雨一号 还是 也好吃 咱们老百姓吧 他家人走到一起 为了咱们团团圆圆 哄哄哄哄哄哄哄铜火锅 寄托在了层层堆叠的十几铜火锅里 汤火慢炖 食材在相聚 人也在相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